经过了天赋调整后 机械师的出场率明显变高了不少 这主要得益于雷弱的调整 从30%降低为15% 且新天赋增加了肌肉记忆 加快15%交互速度 两项属性的加成让机械师变得更具有机动性 更持久的同时也意味着更难抓 瞬间 机械师活了 不过 可能让你想不到的是初代机械师 他被称为百烂鼻祖 机械师是一位内测时期就存在的角色 名字也从未变更 一直叫机械师 2018年4月2日 第五人格正式攻测 攻测后的第一时间并未上线机械师 直到2018年4月26日 机械师才正式上线 这位角色的上线曾被一众玩家狂喷 因为设定太过于极端 初代机械师 本体破译加速45% 受机械大师特制影响全员破译速度增加8% 这也就是说机械师的破译速度是53% 相当离谱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每一位队友受伤 机械师本体破译下降55% 三位队友全部受伤的情况下 此时机械师本体的破译速度是-112% 这是一种什么概念呢 机械师本体修80秒 破译进度只有3% 所以 我们的摆烂鼻祖出现了 当队友全部受伤时 机械师选择逛街 反正也修不动 所以这机子 不修也罢 有低谷就有巅峰 第一次改动之后 就让机械师长期处于T0阵营 一直持续到20赛季之后 但随着角色越来越多 机械师一次又一次的被削后 最终停留在普通水平 就是处于一种可选可不选的尴尬情况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现在的机械师强吗